做农业应该是全产业链的 每一个细节做到极致 互联网的出现 销售模式的变化 已经要全身心地去 拥抱它 创新求变 可以把一二三产业融合 把怒命的这个手艺面来拖宽 节制跌到一百次 也要一百泥次站起来 面对人生是这样的 面对创业的挫折 同样如此 在农业这个领域里边 能够杀得出来 带领农民去支付 这个意义就格外重大 这样的榜样越多 就越能给农业发展 增添新的正能量 担负起天下的保暖安康 这一路上谢谢你的陪伴 创业虽然很苦 但是我们的心不累 我发过誓 我就是拼尽的权利 也要让你们在有生之年 过上好的生活 如果要失败的话 我把这耗子要吃了 我碎进去 我就到我老伴分钱 做那个痛苦一场 我老伴啊 你的话 我实现了 很高兴上台来 为自负创业的榜样开奖 我是何炳生 我是欧清平 我是赵泽坤 我是老龙铭 刘永豪 我是陈绍鹏 大家好 我是高明 很高兴来到这个舞台上 为农业行业的 草根创业英雄 我愿意为草根创业英雄 站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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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台